欢迎来到有图有真相的佐隆协生馆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日本时代热闹的神明绕境 台湾在清岭时期的寺庙 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庙还有民间寺庙两种 其中例如入港的新主宫 就是乾隆帝夏昭新建 由大清帝国出资维持运作的官庙 因此在入口处还有文武官员致此下马的满文汉文石碑 至于我们现在常见到的其他寺庙 例如最早祭祀开张圣王的大西仁和宫等等 大部分都是属于民间寺庙 在清岭当时 虽然律法规定是禁止施舍庙宇 但是法律因人因地而已 执法的态度消极 加上每当出现天灾人祸 都要去庙里面求神问补 喝香灰保平安 所以台湾的寺庙 塞堂神明会 祖宫庙遍地开花 政府其实是管不到 1895年台湾进入日本时代之后 由于信仰是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 新政府对于本地宗教采取尊重的态度 因此第一任华山总督就发出预告 要求官方对于本岛寺庙 神像采取保护措施 而例如像照片当中 暂时成为工学校的学甲慈济工 或者是被借用成为临时行政官署的寺庙 也要尽快归还给民间 之后更在1808年 对于台湾的东西方宗教 展开全面性的摄氏庙域调查 希望进一步去了解宗教的现况 并且造册管理 对于台湾而言 之前的清零时期是女真人的义族统治 日本时代也是义族统治 但是日本认为 在新制度统治全面展开之前 必须要先了解台湾的旧制度 在日本时代 台湾香火最鼎盛的寺庙 就是北港朝天宫 在1910年代 台湾人口250万人当中 香客就达到了150万 北港朝天宫受到广大的支持 最主要的理由 当然是信徒觉得灵侠 另外还有庙方 他们正通人和的影响力 连佐久坚佐马太 石种阴藏 太田正宏等等历任总督都前来参拜 其中佐久坚佐马太总督 还提振了享于克城的匾额 而石种阴藏总督也提振了神恩浩荡的匾额 至今都还可以在北港朝天宫里面看得到哦 除此之外 其他地区的妈祖庙 例如大甲镇南宫 商画的南瑶宫妈祖 他们相挺挂香 带来人潮也是树立日本时代 北港朝天宫地位的重要原因 说到挂香 北港朝天宫也是会向别的妈祖庙去挂香哦 对象就是全台位阶最高的妈祖庙 台南大天后宫观庙 其实天后宫最早是叫做天妃宫 1683年明镇的祥亲叛将施郎上奏康熙帝 说能够平定台湾 台南妈祖的庇护宫不可没 因此康熙下诏 将台南妈祖天妃进封成为天后 从此台湾各地的妈祖庙 都顺势升格叫做天后宫 哦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皇帝可以封神 所以比神还要大 难怪大家抢着要当皇帝 日本时代南部最盛大的娘劳烈 是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 而北部最盛大的就是 大稻臣狭海城隍庙的城隍出巡 这些活动动不动就是数十万人参与 非常的可观 日本时代跟现在一样 大家很喜欢娘劳烈 连1905年日二战争旅顺陷落 台北市民也要办个游行来热闹庆祝一下 本质上这些都是一种经济活动 人潮就会带来前潮 所以加强人气热热闹闹的镇头就不能少 说到顶陶 很多人会立刻想到八家将 日本时代 城隍爷绕境时也会出现八家将 由社区的善男少年所组成 影像中可以看到他们出发前专注的申请 在台湾南部 镇头里面最出名的是宋江镇 这个原本是为了保卫自己乡里的安全 而发展出来的尚武精神 后来逐渐演变成为 娘劳烈不可或缺的项目 最终远近驰名的宋江镇 在1923年 御人皇太子游台南的时候 还被请出来当成当地的特色 盛大演出 让皇太子大饱演福 不久之前 也有团体在台南知识官体前面 妇科演出 镇头当中不可或缺的 还有壮大声势的北馆以及裸骨队 镇天作响的裸骨乐声 用来彰显神明的威风 此外 龙镇施镇也是日本时代 招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的是 1910年代的施面造型 跟现在的施镇造型有着很大的不同 而且施镇队伍当中有人穿着台湾衫 也有人穿着和服出现 真的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另外您注意看哦 旁边还有一头小狮子哦 是不是让人觉得很可爱呢 台湾现在每当妈祖绕境 就会出现抢神教打成一团 那日本时代也会这样吗 您放心 民风强悍的台湾本岛人 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1911年2月 北港妈祖南下时 就在台南永康发生了抢教斗殴 甚至还有人流血挂彩 从日本时代一路打到现在 这也算是一种香火传承吗 在日本时代 拈老烈的行列当中 还会出现西伊的阁 就简称为义阁 分为无宫阁以及庄台阁两种 无宫阁之后演变成为无宫阵 在木板上面 载着由童男童女所扮成的神仙 或者是历史人物 这就叫做乌仙啦 由于绵缘不绝 就好像是蜈蚣一样 因此叫做蜈蚣症 原本都是由人力抬起的蜈蚣症 到了1930年代 也出现了 为了节省人力 改为影像中 用车轮载着角色前进的变形版模样 我们现在说的野狗 通常指的是画面当中的庄台阁 顾名思义 神仙 人物 或者是历史故事 是以一台一台为单位出现 而且为了远远就能够被看到 少男少女们通常都是被高高固定在特制的台座上 对此呢 台湾明报就曾大力的批评说 这些将近200名的少女 因为被一时的虚荣所骗 曝晒在36度的高温之下一整天 非常不人道 办庙会活动就需要赞助商 赞助商要的是什么 就是广告效果 因此到了台南商业繁荣的1930年代 画面当中大道成 峡海城隍庙绕境的时候 由日本游船所奉纳的 现代艺阁就出现了 日本时代 台湾最出名的镇头 我想应该是范将军跟谢将军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七亚跪亚 关于范谢将军 我想不需要多做介绍 不过说真的啦 我小时候还真的很怕这两位 范谢将军不仅在台湾威名援播 而且还红到日本内地去哦 三月百货 日本桥店举办台湾产物展览的时候 被请去当看板人物 1925年 高岛屋百货 大阪长枯店办活动的时候 也被请去当招财猫 不仅如此哦 他们还在百货店周围 开心的游行招览客人做宣传 另外 日本胜利唱片也发行了 里面呢就是以范谢将军作为歌词的主题 看到了这些 如果您还认为 日本时代从头到尾都在打压台湾的本土宗教 那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就好比说 如果我们要打压日本文化 那我们会请熊本雄来台湾玩吗 1920年2月15日 这一天是台南开山神社的历祭 依照往例要举行绕境 但是这一年很特别哦 绕境是与祭祀宝生大帝的星际宫一起合伴 我们从绕境行列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神道教与台湾道教的联合绕境队伍 由太古作为前岛 后面跟着一连串 头戴着金冠的儿童 在家长的陪同之下 搭乘人力车前进的队伍 这就叫做智儿行列 关于什么是智儿行列 请参考有台菜赏的频道 接着是头戴乌帽子 手持诺玻璃的前岛制行列队伍 后面跟着台着神社的番队伍 他们到了目的地之后 番就会被举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一格的行列出现 一台又一台的一格 让人目不暇击 接着是前面我们说过的 蜈蚣阵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神社的神官与重要的贵宾 搭乘人力车出现 伴随着开山神社的神语 在罗谷声中 新技工的席队的前岛之下 出现了宝生大地的神教 不断的摇晃之下 也代表了神明的显灵 这一场联合绕境 神道教与道教的游行行列 是交错排列 光是实际参加的人数 就超过了2500人 队伍绵延前后长达数公里 不同宗教的神明信徒之间 没有尊卑 相互尊重 让人看了之后 对于当时台湾的多元文化 感到矮感交集 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了 日本时代台湾的神明绕境 如果您喜欢 每隔周三晚上八点 定期更新的索容写真馆 但是觉得还是意犹未尽 那就请您参考影片下方 资讯栏的商店连结 选购我亲笔签名的著作 与我推荐的文化商品 这是警线YT观众您独享的哦 也非常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以一杯手摇引的费用 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那么我们就下次见咯 ではまたね